4月19日是中国传统的24节气之一,古雨,受冷空气影响,中国编程黑河市于19日开始出现大面积雨雪天气,气温更是断崖式下降17度。 此次冷空气不仅带来了雨雪,还伴随着4-6级偏北风。 4月20日,记者在黑河看到,漫天飞雪,一夜之间气温骤降17度,刚刚换上春装,享受了几天清好天气的市民们,今天重新换上冬装。 出行的路上脚步匆匆。 天气突然变冷了,所以我们都穿上了棉衣,开始百般没有清雪。 4月20日,黑河市气象台发布暴雪预警信号,并变更为暴雪黄色预警信号。 目前,该市大部已有明显降雪天气,预计未来12小时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并且降雪仍将持续。 黑河市于19日下午16时30分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黑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那么针对此次降水过程呢,全市公安交警同步启动了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在城区呢,进一步加强紧力投入,加强指挥疏导,实施网格化管理,确保车流畅通,确保行人安全。 那么针对公路方面呢,公安交管部门已经对极黑高速和我市境内的主要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确保公路方面的安全形势持续可控,持续平稳。